无论你是欣然接受还是反感抵触 英美传统的圣诞节正随着经济全球化 变成世界性的节日 一颗颗花里胡哨的圣诞树出现在街头香尾 在萧瑟严寒的寒冬腊月里 这个虚伪的装饰的确能让人感到一些温暖 说圣诞树虚伪一点都不冤枉 我们早就知道耶稣 自己在附近近的月中 然后这里在上海里的普遍 深温将近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也崇拜着高大的树木 在北欧神话里 整个宇宙就是一颗万古长千日 主教圣波尼法爵无情地砍倒了这棵巨大的橡树 修建了一座圣彼得的教堂 于是在此后的数百年里 树木崇拜就在欧洲大陆上绝迹了 一般认为现代圣诞树起源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将点燃的蜡烛置于长绿树木上 这种做法到18世纪就在上来银河地区普及开来 成为圣诞节的装饰 不难想象一棵琳琅满目珠光宝气的圣诞树该是多么惹人怜爱 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大多会和中产阶级 圣诞树在19世纪迅速成为席卷欧美上流社会的风尚 为了拥有一棵像样的圣诞树 人们出尽百宝 比如安徒生在1844年写的《童话冷山树》 讲述了一棵冷山变成大户人家圣诞树的故事 文中写道 《新童话》 这棵金闪闪的大猩猩实在值得我们留意 那几乎是圣诞树上最纯正的基督教元素了 在圣经故事里 耶稣降生后有东方三博士带着乳香 手捧明星的大天使 在早期的圣诞树上 那颗伯利恒之星通常会采用文章符号的惯例做成六角星 在很多时候还会做成一个小天使 今天最多见的五角星样式则来自美国 《费城的哥德女士书》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最流行的杂志 他在1848年转载了女王夫妇装饰圣诞树的新闻 让圣诞树也在美国流行起来 当时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 很多美国圣诞树都会插一面国旗在树顶 但这又显得不够醒目 于是作为哲中 又有人把伯利恒之星做成了与国旗一场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